大雨来袭 视线不佳 车辆失控打滑 冲到对象车道撞上护栏 小货车自撞翻滚 驾驶抛飞空中重摔落地 这些骇人车祸都发生在台65线 他们都还幸运保住性命 更多夺命车祸都有着恐怖巧合 10月15号下午3点 轿车打滑逆向飞撞 造成两死三伤 去年1月 失控车冲入对象 连续转圈撞护栏 酿火烧车 驾驶惨成交失 103年10月也有轿车对撞拖车驾驶受困丧命 全集中在台65板桥出口扎到附近 大多从北上飘往南下 又都是在雨天发生 种种巧合 造成短短四年就夺走四条命 矛头全只向水漂效应 就像我们打水漂一样 我们用越大力的打出去的石头 它在水面上飘的时间会越长 那会占成一个车身的位移 那这样会发生危险 所以一般我们开车的时候 一定避免下雨天走在内线如果有积水 或是外线有积水 避免速度不能太快 一旦积水0.25公分时速超过90公里 轮胎跟路面之间就容易产生水膜 瞬间失去抓地力产生水漂效应 难道台65路面排水有问题 上一次发生打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不是路面积水 所以我们就去现场检视它的排水设施 然后去试水 结果也没有积水的状况 我们会去检讨看看 就是我们找原设计公司 看看那边是不是可不可以做实体分割 只是台65线从2013年开通至今 夺命车祸不在少数 但该路段限速80 并没有超过容易发生水漂效应的标准 天雨路滑 唯有减速慢行 才不会让恐怖巧合一再上演 记者刘宿委何慧荣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